电线上一整排密密麻麻的黑点不断在动 仔细拉近一点看原来是一群燕子 满满的 停在电线上休息 有些还在附近盘旋 电线上挤满燕子 民众也拿起手机记录 这难得的景象 18号傍晚新北巴黎 巴黎街上民众发现有成千上万只的家燕 聚集停留在电线 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因为台风过境 造成淹水灾情有关 每年都会 都这么多 都这么多 现在还比以前少了 都这么多 原来早在台风前 这些燕子就已经都出现了 是因为现在正值家燕的过境期间 通常集结的时间就差不多从7月 7月可以一直延续到8月底到9月初都会有 在其实全台湾都有来 他们大部分停的就是停在电线上面 下秋两季是家燕从北往南迁徙的季节 台湾作为中季站 每年都会有至少30到40万只的家燕过境 客人也会递到 我们也会递到 有时候不小心在那边聊天 也会递 随便在砰一下 就中枪了 就是这个困扰 其他没有什么困扰 民众能够近距离观察迁徙的壮观场景 但也得认一下家燕带来不少的黄金日 TVBS新闻视线蓝亭新北采访报导 TVBS大运动家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Win